差一點 因為是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齁 自己也沒看過 自己也沒看過 其實真的還蠻感動的 真的還蠻感動的 你是不是覺得剛剛 透過這個短短的畫面 是看到你們這個三個女生 在互相扶持的感覺 對不對 有 真的 所以你需要那個面紙嗎 可以來一張 可以來一張 來來來來 我們幫這個雪谷準備一下齁 太感動 所以這個拍攝過程很辛苦嗎 裕芬妳請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過程中 是大家幾乎沒有睡眠的狀態 很辛苦喔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剛好又 既成一種舊的樣子 反正就是從早拍到晚 然後晚上又拍到天亮 所以就是 狀態其實是很不好的 對 可是我們就是很 開心有這樣 秀秀秀秀 我覺得這是一個 感動的感覺 因為覺得成果出來是非常棒的 好看的啦 對不對 剛剛看這個畫面感覺好像 透過了畫面 透過了你們的 唉唷 我哭成這樣子 然後怎樣會 或是會感染的 我覺得好像裕芬也太不行了 因為每次看到裕芬那一段 我就真的 一直在 眼淚一直在誇 對 因為妳說裕芬在裡面 那個情感有大釋放是不是 有 就 因為那個歌真的太讓人家 可以走進去 那歌子的意境裡面 然後又在拍的時候 公司就說要 崩潰 崩潰 大哭 對 她說要哭出聲音都沒有關係 然後 所以那時候就 其實在拍那維定的時候 就是吸收很多朋友的一些愛情故事啊 然後一些很難過的事 所以在拍攝的時候 就想了很多那個 對 朋友的事情 然後就會大哭 完全進入到整個情緒當中 而且她大哭之後 我們是後來 因為那時候是她一個人拍 她先拍 對 所以後來我是看到那個 因為其實我提前看到 我被搞了 是 是 是 沒有那麼好學服那麼久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提早哭過 已經說過哭過了 所以說她那個畫面 她整個是真的來哭 不是在想別的東西 不是在打鬆 真的整個情緒已經完全到頂點了 對 所以看的人也會 投入到那個她的情緒 是 是 是 真的完全被那個 被她touch到酷點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次呢 剛剛提到過Keyman的出現 欸 好像是我們的金鐘影帝 是吧 對 金鐘影帝 剛剛那遇到她在調酒的時候 我的眼神很放電耶 哈哈 因為她整個人就很會放電 對啊 你有被電到嗎 在拍對手戲的時候 因為是 陳柏妮會是貫穿在三段 不同故事當中的男主角 然後會串連起來這個故事 對 對 其實是個 主角 不 她的主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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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做Bartain的 然後我跟她的故事是比較屬於 我第一次要見網友 然後我見到她 陰錯陽差 對 陰錯陽差 因為我見錯好了 OK 之後大家可以自己看 因為還蠻精彩的 還蠻好玩的齁 就是故事的編排 然後呢 那到底是跟現實生活裡面 你們跟陳柏妮跟這個大人哥 在這個過招的時候 演技上受到一些啟發嗎 刺激 互相激盪出更厲害的火花 應該說因為 我可能跟她比較常合作 所以其實還蠻順利的 因為都彼此都比較熟了 認識了 那這次真的很不容易可以請到她 還好是在就是她得獎之前 對啊 不然不聽到沒有檔期 因為現在不聽到 所以 機器相挺好 是擔心不只沒有檔期 可能到時候片酬 也是因為影帝的關係 會稍微調整一下 合理的調整 對 不過聽說這個 陳柏妮在臉場 都沒有把你們當女生啊 沒有欸 因為我是第一次跟她演戲 因為我在台灣 比較沒有機會演戲 是 然後就是剛好這個機會 我也就是跟 一開始就跟她 對一道戲 喔喔 好開心 可是 喔喔 就一方面很緊張 因為對方是很專業的 日生的厲害 對厲害的演員 所以就一開始還蠻緊張 但是 還好是 內唱是跟她們一起的 就不是我 一個人要面對她 喔喔 對 私下陳柏妮好像叫這個 玉芬是 玉芬哥 阿福弟 所以都是以 兄弟來相稱啦 對 而且我私底下還蠻男生的 朋友 OK 男生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兄弟相稱就是這樣 對 麻吉麻吉 所以是很義氣的感覺啦 但是呢 在這個威威店裡面所激掉出的火花 希望大家可以這個期待一下 在下個禮拜會進行全面的首播 那當然呢 今天在我們的記者會現場的還有一位 是跟你們的老闆 是好朋友 今天也是要以這個歌王的身份 來幫我們這個候景之秀 來好好的鼓勵支持一下 請大家歡迎我們這個今天記者會的嘉賓 歡迎金舉歌王 我們來找桃折 唷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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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你好 來 先送上鮮花給我們的美人 送上一束五花 來祝賀他們的發片成功 來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然後呢讓桃折先跟著女孩們 先來拍一個合照 好 來 OK 我們讓這個陶喆 先跟這個Dreamgirls來好好的拍照一下 哇 這一次也是因為這個陶喆跟我們這個紅醬都戀愛的老闆 非常非常的麻吉 然後呢 知道這個旗下的女將們要發專輯了 就能特別呢 邀請到這個陶喆來幫助女孩的加油一下 來 四位左手邊先看一下 左手邊看一下 看完了請看一下我們的中間 那這個今天呢 來幫他們支持 也希望呢 將來雙方在音樂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機會等火花 給他雞蛋出來 好 右手邊 OK 好 中間再一下下嗎 中間再來一個 好 巴大王這陶喆對於這個Dreamgirls對於VT的花壁 也是要稍微的祝福一下 好 來 中間 我們要聽一下陶喆 給女孩們什麼樣的祝福 好 來 左手邊 好 來 左手邊 來 派克風 好 來 謝謝陶喆DT 好久不見啦 是的 陶喆DT 好久不見啦 首先要跟所有的媒體朋友還有這邊的一些嘉賓 還有這個領導 好 您 大家好 我是陶喆 當然還有Dreamgirls 對 他們的EP喔 GIRLS TALK 今天這個正式發行 要祝福一下 要祝福一下 對 這邊希望 Dreamgirls他們最新的EP GIRLS TALK 要比上一張還有再好 不管是這個在兩岸三地 都要這個越來越厲害 是的 所以希望這個能夠賣破賣出好成績啦對不對 是的 沒錯 因為這個 我要稍微這個先講一下 因為這個 除了剛剛這個 阿關有說我跟貝貝的關係之外 我覺得其實這個 這一次我們除了跟貝貝的關係 是我跟Dreamgirls的關係 對對對 我說 因為這次呢我們兩個公司 我的公司 偉大文化 還有跟這個洪將多利安 對 有一個首次的一個合作 喔 是這麼多年的兄弟 但我們也有一個合作 也是希望說可以我們聯盟 然後可以讓Dreamgirls 可以更好 然後不管是 在他們的專輯上面也好 在他們的這個 個人的 整個團體的表現上面 也可以更多的可能性 唉唷 所以呢希望能夠激發出更多的可能性 再來問一下陶神 有沒有可能來幫他們寫一首歌是 Man and Girls Talk OK 其實我不瞞您說啦 其實我寫了一首歌啦 但這個因為我的這個好兄弟呢 他並沒有採用啦 這次 原來如此啊 是不是慘招退高啊 不是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聽 都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 有聽到 聽了但他不喜歡 所以就直接給我亮亮 沒有啦 其實這個 一方面是因為那個時候 歌寫出來的時候呢 可能時間上面有一點點晚 對 對 所以可能這次就剛好沒有機會 但我相信在他們的下一張作品當中 希望可以 希望 可以 可以參與一下吧 是 沒關係 先是那個陶神 把這個名額先讓你言訣啦 好不好 OK OK的啦 OK的啦 所以呢 這個陶神對於這個陶神的鼓勵 有沒有什麼話來跟他好好的你知道 感謝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就是陶神大哥今天抽空來這邊站台 謝謝 給我們打氣 對 沒有安全感 謝謝 我們會加油 好 所以也期待這個下一張專輯 Men and Girls Talk 能夠呢成為我們這個第一首的主打歌 好不好 麻煩這個貝貝哥啦 那我們就要再次呢 非常感謝我們陶神 謝謝DT 謝謝 謝謝 哇帥氣耶對不對 謝謝陶神 謝謝 期待你們的新作品喔 哇 當然那個陶神呢 剛剛提到過了 希望能夠幫你們打造這個新歌 而且呢 是這個兩個公司的合作 能夠幫這個Dream Girls的規劃 更好更好的事業版圖 那當然這一次呢 提到為你們規劃事業的擺服 就要請出這一位 背後重量的推手啦 那請大家歡迎這個陶神的好兄弟 洪江多利安的老闆 歡迎我們的林宏春 佩佩哥 嗨老闆好 好 好 跟大家說一下話 各位媒體的大哥大姐大家好 還有我們內地來的這些媒體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這個 這張專輯 EP 是我們非常用心 用力在做 我想三個鼓聲的努力 大家應該是有目共睹 希望這些媒體大哥大姐們 你們多給我們一些鼓勵跟指教 讓我們做得更好 那在2013年呢 我Promise給我們GreenGirl呢 我們一定會發一個正式的專輯 好 也希望呢 在明年的這個時候呢 能舉辦一場這個演唱會 哇 哇 謝謝 所以最後 還是要感謝媒體大哥大姐的幫忙 是 請你們多多照顧 多多照顧 哇 老闆真的是那種家長有沒有 就是在那個家長會上拜託 那個家長的時候 請照顧我們家小孩啊 請多多的美言幾句 不過老闆剛剛提到過 剛剛他們要辦演唱會 在明年的這個時候 也希望能夠推出正式的專輯 那呢 當然是要送上一些禮物對不對 希望這個女孩們 能夠越來越好 當然啊 嗯 今天我們有準備一個 神秘小禮給我們 神秘小禮 希望 明年的在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你們可以四手連彈 加上 加上我們這個米琴的吉他 大家一個不同的感覺 好 所以老闆特別送上的是這個 白色的鋼琴 這個鋼琴是這個 周杰倫跟雨豪 他們所創立的品牌 然後呢 因為老闆知道了呢 這個米琴有在練吉他 所以特別送上一把吉他 然後呢 玉芬跟這個雪不斗 在那裡 所以希望呢 明年這個時候演唱會上班 他們能夠來一個四手連彈 所以呢 要請這個Dream Girls 要把這個金色的布給掀開 跟老闆一起嗎 好 來來來來 OK 我們把這個金色的布給掀開 來來看一下老闆 送上了這份禮物 來 1 2 3 好 來 1 2 3 哎呦 白色的鋼琴好漂亮喔 漂亮漂亮漂亮 好 那我們要讓這個 我們的老闆呢 跟這個Dream Girls呢 在這個禮物前 幫我們先來拍個合照好不好 謝謝 在不惜 謝謝 謝謝